一仙套上面 嗯 之前的这个真是一样 是吗? 再第一次 是不是一样一样? 一枝很长身躯的阴烛 第二天 都长的 不短的 幸好这里是弹上阳烛 连续一 二 三 四枝阳烛 今天暂时阴烛 四枝阳烛之中三升一跌 低位的反弹力度真的非常不错 我是作教坏的打算 如果是再跌 怎样可以再跌呢? 你看看这里开始 这个高位 是10.246 随正格计 一浪低一浪 是不是? 一枝一枝向下移 你拉一条回归线 都是这样向下移 所以呢 如果真是悲观地看 我们应该 不要轻视的可能性 就是由这个高位 9.3 9.3 这个高位 跌到这个低位 7.8.5 9.3 7.8.5 7.8.5 这个跌幅 这个跌幅 7.8.5 再弹 如果在上星期五已经见到 这个反弹 8.7.5 8.7.5 的话 作较坏的打算 可以是 打错了 打了一个 Cumber A B C C 和A 等长 量度的目标 可以是7.3 这个是较坏的打算 是7.3 这个坏的打算 如果 你看看指标 有没有可能 可能一定有 有几大机会 指标 1 2 3 4 5 和DMI 可以告诉大家 现在除了 STC %K 还高%D 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利淡的 形势向淡的 五大指标 五个主要技术分析指标 一好四淡 都不要说不可能 当然怎么可以解除这个困境 你升破这个困境 8.75 就行了 词看的力度 困难一点 之前的低位 这个 8.56 就是短期的阻力位 这个也有一点阻力 8.606 这个低位 拉支持线 看看 是吧 这个也更高 但如果短期的跌 就真的到7.3 如果现在到了 就不到7.3 还可以 怎么拉呢 阻力 OK 拉一个阻力 很明显 一个位 一个阻力 另外 拉支持 很明显 很明显的低位 大家看这些线 就知道这些支持 阻力在哪 很明显 你说 看好一点的 再看上面的 都可以 你都可以拉的 这个很明显的高位 是吧 不过就太高了 又或者你从这里拉 我试一下 由这里 阻力 支持 全部看 非常清楚 在这个 三个月里 等突破 再看 还可以看多样东西 我先关掉这些线 当然我们看 人纪数字 我先关掉 接着 我先关掉 我先关掉 你们看 我先关掉 这些线 是 是 我先关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